我們歡迎蕭敬騰尖叫 當神話一哥蕭敬騰 碰上快嘴主持人黃子嬌 兩人之間鬥去橫聲的對話 絕對可以瞬間炒熱現場氣氛 而且他這次放下麥克風 轉行當起調酒師 調製老蕭特有的創業飲品 欸 鳳梨汁 聞一下 嗯 二話不說吹了 好 可以嗎 還有還需不需要別的 我們後面什麼都有 要不要倒兩杯雞湯 雖然事前偷看了一眼小抄 臨時抱佛腳 但悄悄老蕭信心滿滿的樣子 連調酒也不忘耍帥 一下學賭神擺POSE 一下用手刀切開調酒器 想必對自己的手藝相當滿意 你還是好好當歌手就好 好 人生不用這麼貪心 Bartender不是你適合的工作 好不好 被黃子嬌很酸的肖敬騰 受訪時還不斷為自己叫屈 表示喝起來真的沒那麼糟 結果黃子嬌更不甘示弱的回嗆 絲毫不給老蕭面子 他做效果 真的好喝 煩喔 真的好喝 不要鬧 直接喝更好喝 對 那以後會想 沒有 不一樣 那以後會想學上 Bartender這種調酒的這個技巧 哇 對 就玩一玩可以啦 夜市威樂訓練中心 特別報導 alidall 然後 即逸